美国警察涉嫌暴力执法的事件接二二连三 在犹他州沿湖城 一名母亲要求警员协助 将13岁的自闭症儿子送院治疗 不料男孩挣扎逃跑 警员在追捕的过程中对他连开11枪 新泽西也不巧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还闹出了人命 来看报道 9月4号晚上 沿湖城一名妇女巴尔顿报警 只患有自闭症的儿子林登病情发作 自称拥有手枪 还恐吓要杀死他和一位男同事 因此要求警员将儿子送去精神病院治疗 根据警方在21号公布警员随身摄像头拍摄的画面 当时林登看到警察后 把腿就逃 警察在婚案中追捕林登 随后对他开了11枪 林登受伤送院急救后没有生命危险 子弹擦伤他体内一些器官和骨折 事后沿湖城市长要求调查 执法警官是否合法开枪 不过远在新泽西阿斯伯里公园的39岁黑人男子白思可没有那么幸运 8月21号他在公寓内和一名女子起争执 警方上门调解白思躲进屋里拒绝接受盘查 警方拿着手枪和盾牌和白思对峙一小时 警方不断劝说好让白思放下戒备心 事主终于打开门 不过手持一把小刀扬言要刺向警察 一名警员在混乱中开了七枪 男子送院后证实不治 新泽西检察署正在调查 有关警员开枪是否涉及刑事成分 因为在场警员当时手持枪械和盾牌 理应有充足的保护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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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